好那么那么刚刚的咱们就把这个笔包说了一下 我加了这个地方稍微给大家总结 咱们刚刚也找了两位同学描述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呢最一点是 咱们原来之所以用面向对象的原因在什么 为什么原来用面向对象 我前面没去干了 我写个函数叉叉1 对吧你不管怎么写 反正他有代码 把它改成pathon 叉叉1 然后呢 粘贴 这个呢是2 这个是3 我原来我明明可以用函数写的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让我用面向对象去 面向对象 咱们用函数原来的其实也能实现很多功能 比方说我这个地方有个全机变量 比方说就a等100 比方 number等100 然后我的score我的分数等于200 可以吧 这完全可以用吗 但为什么咱们要用面向对象原来 为什么 因为第一点 全机变量确取实实是好用 好用在哪呢 都可以用 对 你可以直接上 他可以直接取 你可以怎么样 所以完全可以直接用 非常方便 全机变量 但为什么我全机变量这么好的东西 我不用反正我就面向对象了 因为全机变量一大特点就在于 如果接下来你还有函数 其他的函数和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不太大 即你这个东西相当于完全暴露于他 没错吧 他只是不想改 想改是说什么也能改得了的 所以说同学们这个地方就暴露了 你又说我下面还有一坨代码 是用来处理其他的逻辑的 我用了全机变量来为他服务 那也行 但是呢将来全部暴露 即我打个比方 你接下来在同一个代码里边 还有一坨东西 还有一坨东西 那么这个呢 比方说叫No.2 这个叫No.2 他这个叫11 这个叫22 这个叫33 请问 在一个代码里边 我上面这坨完成一件事情 我下面这坨完成一件事情 请问可不可以啊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特别危险 这两个变量 对于这三个而已 是透明的 那么这两个变量 对于下面这个函数人 是不是也是透明的吧 理论上讲是上面用 这个是他们用的 但是呢 我就是不想用这个 我就用这个 不是说不行也行 是不是危险 所以说咱们做面向对象的 核心点在哪呢 核心点面向对象就是 我创了个内存空间 这个内存空间里边 直白的讲 有什么呢 有变量 有什么呢 有函数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句话来描述 这不就是核心点了 把变量和函数拿出来 就是原来全面量 和函数 完了 你在创建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这里边 是否可以有我自己的变量 我可以有变量 我也可以有函数 请问 是不是个人是个人的呀 不就相当于 把你们这一坨 单独找个空间放进去 你们这么一坨 单独找个空间放进去 你们两个完全隔离 是不是根本就用不了啊 这不就是面向对象的好处吗 既有变量又函数 咱们把变量称之为索性 把函数是不称之为方法呀 不就这么点事吗 是不是 对吧 请问 壁包和它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类比的地方吗 壁包依然是 有一个变量 有一套函数 你看 无非是这个壁包是怎么用的呢 它把变量 怎么看这 我要是把变量写在这 那意味着啥 请问这是不是 这个函数里边 外部函数的变量 我在内部函数里边用 请问 是否 我有K 我有B 我有Number 我有Scale 是不是相当于 在定义一个小空间 对吧 这个空间 特点在哪呢 它就只有Number Scale K和B 以及这个小函数就完了 它没有其他复杂的东西 但是咱们刚刚说的 这个面向对象的话 是不是它有可能很多 魔法手机 魔法方法 这种东西 是不是全来呀 对不对 因此还是那个分析 这才是B包的核心点 我 有一些变量值 虽然 不在我的这个函数里边 零一是在外边 但是我有 我可以用 我还有处理这个变量值 是不是一个函数而已了吧 那么这其实就是B包 不就是我刚刚画的这个图 哪 不就是相当于这个小空间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此 B包的核心点 和函数不一样在哪呢 请问我 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把函数当作石团 石团传给了你 你拿的是什么 我把函数名当作石团传给了你 你拿的是什么 是不是函数的引用 你能够用这个函数的什么 你能用这个函数的什么 对吗 我传给了你一个函数的名 你就能用这个函数 你只能用这个函数对吗 你是不是没有数据了吧 请问 什么叫做B包呀 我给了你一坨的空间 的地址 这一坨的空间的地址里边 有一个函数你能用 而且还有一坨变量你能用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此 什么叫笔包 这就是笔包 比函数高端在哪呢 不仅可以传一个代码过去 还可以传一部分数据过去 请问 是不是和函数确实是不一样了吧 那么 这个地方刚才说了一下 思考个问题 函数 逆领函数 笔包 对象 各有什么优缺点 或者是对比对比 这几个东西 那你会怎么描述这个问题 如果我是面试官 我就出这个问题 非语言里边就只有函数 没有类 没有匿名 没有乱架的东西 就那么一种 但是Python呢 它更任意 就相当于更灵活 那么它有函数 有匿名函数 有 笔包 有对象 对吧 请问这几种各的有什么特点 对比对比 有什么特点 来的吗 对比一下 什么特点 首先 函数 这是咱们一直用的最简单的东西 它能够把一拖代码 封装成一个小整体 通过定义函数名就可以掉了 对吧 没问题 第二个 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也是函数 可以封装一部分代码 那么我已经有了地附定义的函数 我为什么还要有匿名函数 简单 比如说 我接下来 我想让你给我排一下 这个列表里面 签出了字典这种方式 我想让你排 那么怎么办呢 我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匿名函数给你就行了 就完了吧 如果我要是定一个地附这样的函数 请问是不是也可以 只不过是不是稍微有点绕了 既匿名函数一大特点 当做实探的时候相当方便 如果是普通函数的 你的写一大坨的东西才能完成 所以说 普通的函数能够完成大功能的编写 而匿名函数能够完成小部分代码的编写 而且当作实探非常方便 那币包 比函数要高端 高端外 不仅同时可以给你代码 还可以给你这个代码要用到的数据 你说四个道理了吧 这是币包 那么 对象呢 对象有什么区别 我如果把对象的引用当作实探给了你 你拿的这是什么 你就想要问你 普通函数的引用给了你 匿名函数的引用给了你 币包的引用给了你 对象的引用给了你 那么请问有什么区别 最后的对实力对象呢 引用给了你 有什么区别 实力对象的引用给了你 你拿的是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的任何方法可以调 任何属性可以调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了吧 所以说 面向对象传递的这个 这个面向对象里面的这个 实力对象 如果当作是他传的话 即我传过去 你什么都有 但是有一些时候呢 我毕竟不想把那么多都传给你 没办法 实力对象是不是一传全过去了吧 你不用也用 没办法 但是我通过币包 是不是可以相当一 只传一部分小数据 而且把这个数据要用到的代码 是不是扔给你了 这就是币包的好处 这就是币包 将来它一个特点 为什么要有币包 不仅是Python里面有币包 像什么JavaScript里边 Java里边 币包 必定有 而且在面试的时候 币包问到的可能性也很大 上来就是人家在问你 函数和币包有什么区别 请问现在知道什么区别了吧 函数就是一坨代码 它不会把数据传过去 而币包 拥有函数的代码的功能 而且还有数据 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好了 刚刚呢 我也给大家强调了一下 好